你很喜欢播音主持 对 你今天来到这舞台上 我是学播音主持的 我又是主持人 主面试官 你想不想尝试一下 自己来主持 我当主持人 你当家庭 我当求职者 对 你当求职者 我当主持人 挺自信的 这个回答完自己 痛快快的 我这女孩的沟通 很安逸舒服 你们年轻人 你们年轻人都爱玩 这种扮演类的是吧 不够大胆 Cosplay 职场 那我是来找工作的是吧 对 我找什么工作呢 我自己定 对 你自己定 自己定 你是主持人 对 那咱开始吧 好 可以 我需要从那走下来吗 对 你需要从那走下来 哎呀 你玩的好真啊 你看看 全套的 导演 都全套的 00后够自信 对 真好 我这一把年纪了 我还玩这个你说 加油 全场准备 五 四 三 二 欢迎收看 《非你莫属》 大型求职类节目 我们掌声有请 各位企业家们 还有今天的第一位嘉宾 大卫 大卫 三十六岁 某某某某大学 一业 初中 今天今天来这里求职 你是求职什么类的节目 求职拖拉机 那个修理岗位 各位企业家好 人力资源专家好 第二现场的三位专家好 我叫大卫 我今天来非你莫属 是想找一份 人力资源实习的岗位 为什么要找人力资源呢 有一位女士 曾经用人力资源 有几大模块这个问题 狠狠地刺激过我 所以我从此立志 我一定要投身 人力资源领域 然后把这块知识给补上 然后我觉得我这个人 就是沟通力也挺强的 也挺善于和人打交道的 然后呢 看人还算准吧 所以我觉得我挺适合这个岗位 所以今天来到了非你莫属 那么你意向的企业是哪些呢 我意向的企业是 健康有益和那个同道裂聘 为什么是这两个企业呢 因为这两个企业的 女企业家长得都挺好看的 可以可以 那么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是如何跟那个女士认识的吗 那是一个 哎呀 挺让人难忘的夜晚 月黑风高 当时是在北京 就我当时挺害怕的 我也是新来的嘛 然后那个女士就特不客气的 带着轻蔑和一种居高临下的 那种俯视 然后就问我说 人力资源有几大模块 你知道吗 不好意思 我一想起这个 你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才三十五岁 我一提起这个我觉得 我今天能够站着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我觉得都是我人生当中的一次重生 奖声送给送给大卫 谢谢 谢谢大家 从那以后我经常 我跟你说 我经常晚上从那个噩梦当中惊醒 我每次惊醒 我那个手啊 我跟你说 我手都又做一病了 我经常我的手就这样 就就就就醒过来了 我经常我做噩梦我也会喊 六大模块 人力资源有六大模块 完了 没法说这一年太痛苦了 我今天要来到这 我就是觉得我人生有一个新生 我希望各位企业家给我一个机会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导演 你不敢一样 好 请大卫调整一下情绪啊 主持人这灯都灭了咋办呀 你安慰安慰他吧 不可能 我刚上来怎么灯都灭了呀 主持人一句话都没帮你说 主持人还没张嘴呢 我这个人力资源六大模块 我还没展开说呢 我那段经历我还没具体描述呢 这种灯就都给我灭了 各位企业家你们看啊 现在这个大卫这个嘉宾 长得这么像我们非你莫属的 大卫主持人 他这么板板净正的 一看就是非常有潜力 那大卫以前主持非你莫属 那他现在干嘛去了 你怎么来这儿了 他已经走了 你是十一了 他已经走了 那你是来接替他的是吧 对对对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刘冉 刘冉 你今年多大了 今年二十一岁 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天津成建大学 天津成建大学 你是学播音主持的吗 对 那据我了解 天津成建大学 好像没有播音主持 这个阵子 你话读怎么又交出去了 大卫老师太欺负人了 小姑娘倒挺胆想的 基本功底还是没有的 还是真的是需要 需要再学时的 但是他很有那个胆特别大 胆大 自信 不切场 方法就少一些 对 当主持人的感觉好 还是当面试的选手的感觉好啊 当主持人的话会好一点 但是没有台头 然后也没有准备 就有点尴尬 但是我觉得你敢这么挑战 还倒是勇气可嘉吧 当主持人你觉得好在哪儿啊 因为就是喜欢在台上的感觉 就是而且我有这个天赋吧 因为以前主持过节目 就是你可能就是生下来就是喜欢 那如果说刚才那个主持环节 一百分是满分 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打十分吧 一百分满分打十分 对 因为我觉得主持还是需要准备好 就是你才能调动全场嘛 那刘染我没得问你了 你喜欢播音主持 对 你的意向岗位当中也有主持这个岗 那你为什么今天要选择这样的互动方式 跟我互换身份 你来主持开场呢 就是想再体验一下 舞台上主持的感觉吧 这比较刺激是吧 对 我觉得这些小姑娘刚才的表现 能打七十五分 第一个呢 她的台风很稳 另外一个呢 就是虽然说没有准备 但是她应对的基本得体 而且呢 因为有些新手主持人 特别喜欢揭画插画 而她能沉得住气 我觉得真不错 有这个天分 我觉得刘染对自己的评价 基本是准确 如果说你要 未来要成为一个专业主持人 以你刚才的这个表现 可能连业余的都不如 甚至说重一点 就都没在你身上看到潜力 不管是表达的 就普通话也好 节奏感也好 包括你的一些基本准备也好 我觉得很多公司的 一般的市场部的人 可能都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 我愿意投他一票 这个环境就看潜力嘛 他反正也没有专业 他是没有任何专业的培训 你就看潜力 我觉得不慌这个潜力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有很多专业出身的还慌呢 手不知道往哪儿搁 因为你们绝国人主持 其中就包括台风 培养你培训 你们手放在哪儿 这些东西都是要教过的 他是完全没有 然后他就很落落大方 我觉得就是这个气场 搁在这儿 其他都是技术性的东西 让他去加